好,我们最后阶段来进行节电,四位来宾都是一分钟,先请王老师 台电因为过度投资的浪费太多 那么采购的一些弊端,经营上的一些弊端 你看光一个核市场,这个弊端连连 那么预算不断的追加 那么这一些都是造成台电亏损的主要的原因 造成它的成本不断提高的原因 如果这一些弊端不彻底的解决,不彻底的改善 那么光去靠调整电价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台电的亏损的问题 而且调整电价只会造成台湾经济更大的危机 也会增加人民的痛苦指数会提高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根治的方法 所要的方法真的一定要彻底的去改革台电的这一些弊端 那么台湾的经济才有救 您谢谢王老师信吴院长 我想今天要探讨有关的这个电价来看 我们访问非常 concern有关的这方面的购免 那事实上台电公司来看的话 101年到105年 我们在经营改善的这个成效的目标 total是500亿 那真的这500亿来看待的话呢 单单这个有关的这方面的提升 南美的这个采购绩效就高达一半250亿 250亿的话到这个去年的11月 我们就创造将近70亿的比原先的目标50亿的话呢 还over将近40% 这是有数据可查的我想了解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这个王国王教所讲到的 南美电厂来看的话呢台电的这个基础 过去二三十年的话呢 IPP都是一二十年 我们台电即将这方面的推出来 新的基础来看的话 不管是有关的林口电厂 还是大林电厂 我们都用超超零件的 我们这个效率远远超过这个 有关的IPP的这个电厂 另外一个问题来看的话 要能够使得整个电力系统 能够有关的稳定供电来看 我们会充分的提升 我们的机宰的这方面的容量 使得整个有关的发电成本合理化 而能够炒一下有关的物美价 谢谢物院长请赖主命 好我还是要补充 我刚刚还其实没有讲清楚 在座各位的观众大家都知道 在台湾买房子 卖方要出4%的commission 买方出2%的commission 买汽车3%的commission 全世界在台湾做生意 没有不付commission的 我刚刚有提到 我自己在国外有经营 帮人家设置电厂的经验 当时我们去跟印尼买煤炭的时候 国际排价是82块美金 人家就直接问说 如果是台湾的话呢 就是87块 就是87块 这中间有多少的道理在呢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只看到台电的董事长被判刑 台电的总经理被判刑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台电有没有一张一张合约呢 拿出来给大家检验 我们相信在采购的这一端没有问题 但是在国外的部分 其实在报价上面 就已经在围标榜标上面呢 就已经被它处理掉了 最后我还是要回到 今天我们的核四主题 上个星期应该是12月14号 去年底的时候 才刚刚台电又追加了核四的预算 为什么还是2块钱 又追加了50亿 居然家成本不会增加 这真的是非常起人疑斗 不能令人信任 谢谢赖主席 先简单回一下赖先生的问题 关于购媒的合约的部分呢 立法院也做一个调业委员会 我们都把资料送到立法院去 这部分我们想 这我就不再多多赘述 我想今天的问题呢 我想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结论 三点结论 第一个 台电是一家公开发行的公司 那电价应该合理的反应成本 我特别强调 要合理的反应成本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 OECD就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呢 一再强调一再主张 要公平合理的对待每一个大大小小的股东 尤其我们大股东是政府 如果这家公司经营的不赚钱 那政府得不到鼓励 那全民就受害了 所以我们希望呢 要严肃的看待 电价应该反应成本的问题 台电应该严谨的提出 电价合理的方案 第三个 大家严厉来监督我们的台电公司的执行 有绩效的改善 一定能不能严格的去做到 第二点 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 我们实在没有低廉电价的条件 第三个 从台湾地区电力经营的永续发展来看 电价合理化的必要性是存在的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好 我们谢谢张处长 电价的合理性 今天进行我们正反两方的辩论之后呢 相信观众朋友可以多多再重新做思考 非常感谢两组的来宾 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